给予多少吹捧就会充斥多少诋毁 吴磊毫无疑问遭遇着流洋生涯的低谷 在连续的表现低迷与踢势单刀之后 吴磊遭遇西班牙人球迷痛斥 并要求滚回自己的国家 在吴磊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国内评论区对于吴磊的看法 已经曾之前的无条件支持到冷嘲受讽 仿佛连自己人都不愿意再给吴磊一个机会 在前不久中国与越南的生死战中 吴磊再次失去单刀机会 尽管张玉宁将球补尽 吴磊依旧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甚至有部分极端球迷打出越南加油的口号 吴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 他的压力与他的光环其重 可在最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时 依然是吴磊投球功如意求 并在遭遇越南殊死反抗的时候 捕尸绝杀比赛 一己之力为中国队续命 而先前的质疑与嘲讽 也在那一刻变成了对吴磊的胜算 如果连我们自己人都无法团结一致 都需要冷嘲热讽 那才是真正的被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